但文化局解释 事前已多次告知王老有关美术馆筹建开幕的喜事 王老非常关心 且昨天是在家属的同一级组织 医师的随行照料下 评估过他的身体状况确认没问题 决定要帮他圆梦 家属他们十几个家属全来了 全部很开心 昨天这件事他们是非常圆满 然后昨天他们特别 平常长期照顾他的医生都陪得来 都非常关心他 他们还是不希望错过这个历史性的一刻 主要是他看到美术馆开幕 我听他们讲好像不是 不只是为他个人开幕 是比较关心地方长期 倡议这么多年的美术馆终于开幕了 也是他也积极倡议的 所以事实上这是他的心愿 那家属是也帮王老圆梦 那我想这个都有经过多方考量 我个人前一天晚上十点多 还在跟家属沟通 我并没有说我们随便就把他请出来 文化局表示 开幕活动王攀元约出席半小时时间 期间还有几次开口回应大家 随后便又闭目养神 外界无需过度解读 吉兰兴趣的华主看 听不到